哦 网友传了一首歌给我 就说最近很红的 我有没听 罗萨海市 我想说没有什么 好像是 十几二十年前 快二十年前的 红的 我去上海的时候 有有有 知道这个歌手 我爸也有在买他的光碟 那整首歌听下来 其实就一句话 黄中悔气瓦府雷鸣 他的歌也是压翁运 所以我这个黄中悔气瓦府雷鸣 一句话就抵掉了 在里面 只是他后面引用了那个什么 维特根是那个罗萨海市 罗萨国是 那个普松林了 聊哉之意里面的还有那个 海市 那也是里面的典故了 那最后引述了 维特根斯坦这个歌词里面 维特根斯坦 他的那个什么 我听人听网评的 他说维特根斯坦有人去网评 他说他是一个哲学家 语言与事实 他反对完全用语言来替代事实 语言是可以 巧遍改变的 这个 我就讲说 这个所谓西方哲学家好像 这也是剽窃中国人的东西 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他整个逻辑 这个哲学思维线 就这一句话 就是剽窃老子来的 他是不是犹太老 我查一下 我查一下 查一下维基他是不是犹太老 哈 哈 哈 果然 犹太老 哈 哈 他的高祖父摩西迈尔是 犹太伊土地经理商 哈 哈 在拿布 阿伯 阿伯 阿伯时期 啊 呃 就要求他们童话选姓氏 啊 要逼他们转 改姓新教啊 啊 但是他还是有一颗犹太心啊 哈 最后搞来搞去也参加了那个 剽窃活动啊 哈 所以难怪他的哲学到最后 扭扭捏捏捏改来改去 其实就是老子道德经的第一句话了 所以这个网评什么结合中心不要胡扯了哈 你那也是 果然是犹太人 哈 你听到那个哲学是从中国转制剽窃的跟我 跟剽窃王马的那个 把克斯一样他的语速 语速把它改掉的那个 逻辑线一模一样 所以他就是讲的就是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啊 你用语言去语言改造把事实的内涵把它曲解啊 呃但是这里面逻辑线有个问题道可道非常道明可明非常明 要做另外一个解读哈 就是 啊这个我不要提哈 不要提那么深的票 不要提又被剽窃哈 又被剽窃哈 又被剽窃哈 那个总之 语言虽然是虚构的哈 他可以参很多谎言跟虚假的东西造成你 这首歌里面罗撒海士的衣经会颠倒是非的可能 但是这个虚构的东西也是让实质演变的一个基本动力 基本动力 呃所以 反过来说你这个罗撒海士虽然引起了很多人的一种共鸣 就是黄中回气瓦府的一名哈 但 在整个社会来讲到处都存在这个现象嘛 嗯 你当然算好的了 我以前我从我讲的那个影评妖兽学语啊 不要讲到我爷爷那个那段故事我以前提过嘛 我等会讲 但我讲 就我现在我这个视频道啊 他就把我限定在一万人啊 然后谁搞的 中华民国台湾乌龟王八局啊 我看到后台又是充一万以上掉下来 他就给你显示就订阅者就是九千九百多 他限定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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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在看黄之前他的频道也被打压 他是点阅率被打压 我提我提过 他有些点阅率竟然还会比我低嘞 我吓一跳 他在大陆点阅率不会啊 那你说是不是就你这边 这边还有一个歌词说罗上海誓是批歌 歌坛四人帮 四人帮 四人帮里面有个女的 哈哈哈哈哈哈 叫纳英 歌坛四小丑四人帮 提刀归来 刀狼提刀归来 出动了中国的人的一个神经啊 那海外的反贼也跟着在在那边起哄 我看到大陆点阅率高嘛 那其实刀狼不错了 你还有机会可以报复哦 那个我 如果你刀狼是台湾人哦 你你是连喊都喊不出来 你连 你连报复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他是乌龟王八局嘛 只要我前面讲过那个蒋中正那个领规 只要他核心被黑化掉 他这个局就越转越击巴嘛 最后会变戏王八蛋嘛 一直反淘汰嘛 那全部都是你这个罗萨海士的内容啊 所以为什么 我才会讲死掉了 蒋中正 死了之后你国民党什么都不是了嘛 最后转到 就你讲的三寸黄泥地暗示粪便嘛 粪坑嘛 你想想看是不是 中华民国的政坛是不是全部是粪坑 国民党都已经只剩十几%了 转到这种程度了 还会出现 出现心理变态 来打大汉奸 连大汉奸都会变成受害者 大汉奸会变受害者 我们的印象当中 大汉奸不是大坏蛋啊 耶1&3&1&嘛 一直尖其他 可说 gentle 他会变受害者啊 因为有人来他 比他更坏 哈哈 他这心理变态 叫老 曼州遗老 努尔哈赤的子孙 前面提的 狂统 痛打大汉奸 那他自己是 跟你同归于尽 那你跟唱不了 所以你看 我以前提过 他最早是一直想的 就是他生前 在年轻的时候在杭州 我提过 他的家庭就是 我已经讲过了 一瓶女儿红 剽窃我们家的故事 我已经讲过了 在我频道里面查 一瓶女儿红 杭州边上 西湖卖酒的 杭州西湖边上 卖酒的姓陈 然后跟着国民党 打仗最后到台湾 然后年老了回去 那不就 那个不管 当时我祖父 会离开那个 其实就是你的歌词意境 经过辛辛苦苦的 那个流程 最后来到三村黄泥地 一直想的 就是你那个考试院 被骗过去 开始先去大学 师范大学读书 结果日本人打来了 那是环境 大时代没办法 最后 流亡学生毕业之后 不能考试 要从军报国 从军报国 去参加大会战 枪连弹雨 然后先跟日本人打 打完跟共产党打 徐班会长我提过了 最后搞到跟杜玉明在一起被抓了 我提过 然后一路到台湾来之后 可以考试了 然后我 我也还讲说 他考试的时候 大家考试用原子笔 他还真的是跟你那个 罗上海市的那个什么 聊哉之意 里面的 那个内容 聊哉之意不是都有那个 什么念才成 念小倩吗 会背着文房四宝 去进京赶考吗 立志要当九层妖塔里面的妖吗 清清考 可是中途就遇妖怪跟遇女鬼吧 所以为什么我说那些是妖吗 因为他心里想的都是那种妖怪跟女鬼 要来强暴他 就是那个一进 我祖福那个时候就是扛着文房四宝 人家用原子笔考 他是用毛笔写的 结果写考诵啊 而且一层一层考 也是一层层考 那时候武大郎办的那个科举制度 给你考上进士了 进士级就是最高考试 那时候等级最高考试 还突破两次 等于是两榜进士 第一次他说 那个官员 那个位置不够 你没办法补 位置不够 因为为什么大陆的人 全部集中到台湾来了吗 从大陆全部 被裹挟到这里 也忍太多了 有些都现现有的官在那等嘛 所以考要慢慢等 等不及了 再考一次 又中 又中 又中这个时候 你总要给我补了吧 补了吧 要用本土的 你年龄 你年龄超过 他跟你讲 你年龄超过了 他都是唬你嘛 但就是你的 你的那个罗上海事的意见啊 到处 就 你连 唱 反对 抗议都没有 只能跟子孙在念叨了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记得 因为我小时候就听他讲很多次 所以到大陆还不错咯 你说 行行业业不都有这种状况 我们这个 那我们要怎么喊冤 那 所以我去大陆那个 我现在看那个 去大陆北京的那个经验 我以前提过去 现在看真的 共和国 还真的是有一些闲能的人 不是你讲那个罗上海事 不是 一些海外反正都用罗上海事来抨击 说中国的 社会就这样 是不是 是不是 不是这样 我去大陆那个 遇到的 我讲过那个李彦杰的事了 他还真的是很努力 想办法把我 那个不成熟的诸作 想要捧上去 事后之 跑了好几 我讲过跑了好几次中央科学院 检验不过 就是不行 那我在那边的遭遇 我承认是我的不对 是你真的就是不行 所以提出去 提出去 他也没有提出去 你就知道 他真的很认真的 还一直跟我通信 一直通信到他去世之前 我提过那里 典故了 然后最后再去世间 他把这个东西截起来 往上送了 截取 可以的部分 有些是错误的部分 那所以 因为这样 所以我才继续努力 继续创作 一直写到今天 我想到2006年 07年 我好像前面提过 就他跟我提了一个专 问题就是说 你先前写 四亿原理嘛 亦进来的 那个预测未来的能力 他要暗示一下 预测未来的能力 那当时我搞不出来 那现在搞出来了 我提过了 搞出来 真的是时间超过了 时间超过 所以你还有机会 那个罗沙海市 你没有必要这样子了 因为社会也不可能完完全全 优胜劣败 那是不可能的 人类这个物种 最后他自己歌词也提到 这是人的问题 我们人类的问题嘛 整个人类都是这样子嘛 因为 所以 古代的那为什么要有那个 进京科举赶考 那个九层幽头 我讲过的 他就是想要 制作一个旅层是能够 颠倒反过来的 真正优的可以上去 但是 但是没那么简单嘛 我提过了嘛 最后还是把它拆的吧 丢给五大狼玩 然后就被骗过来 那不是更刀狼 比你更 我们不是比你更刀狼 所以我也没怨恨啊 我就在这边等无怪王八什么时候死啊 就等个无怪王八正确是不是倒啊 比你更悲惨啊 你那歌词我们 我也是 所以 最后总的来讲啊 你的歌词 心有灵犀很多人了嘛 很多人也都感觉这个好像很多都是反淘汰 但是 也不要认为 就把这个就拿来当做 这个就是对的 也不要太鄙视 因为这样就鄙视这整个社会的这个结构状态 因为 也不可能让所有的优秀的人上来 因为连九层妖塔的那个 那个记录啊 就是科举的记录 来看 只能做到尽量啊 不能够做到百分之百了 也没有那个能力了 因为这样子也不行 因为这个物种演化 我讲到票又结结巴巴了 这跟我的那个 一个创作有关系了 时空模型有关系了 你物种演化在这个时空模型的底局之下 你物种演化 你不可以随便把你的那个最优秀的东西 马上拿出来在核心里面运转 马上拿出来在核心里面运转 能力 对总体来讲能力不会提升 反而会露出破绽 会露出破绽 所以有各种原因 这个也 虽然认可你的这个歌词 整条内容 但是 那另外我再用另外一个方面来看 就是 这对现在的游戏者 就是 喜喜啊 也是一个提示 原因是什么 关键是 太多人共鸣了 这首歌是用来讽刺小人的 可是连其他小人都来共鸣 那怎么会这样呢 你认为你自己就是那个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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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类似刀狼这种这种人吗 不是吧 你没有吗 可是硬要去哄那个共鸣 那数量就变了很多 那数量很多就有集体意思的暗示 你游戏者就要注意 是不是你身边就是黄中悔气挖腹的一名 那不然你的动作怎么会这样 这样那么慢呢 那就是身边还有很多小丑戏遗留的吗 我前面讲 邓江湖小丑戏遗留的很多人吗 所以现在拔掉秦冈 也没问题吗 要调查他吗 我认为那是被调查的 因为很简单 你当时你驻美大使的时候 你有两个致命伤 除了那个我前面讲 他在那个 美国的那个 那个女主持人面前表现很奇怪 之后几个表现也很适合 跑到洋鸡队不是吗 然后最后还有那个什么 去飞虎队的那个 飞虎队 说中美和谐飞虎队是国民党的 跟共产党无关 是送美领稿的 国民党的 买蛋稿的 是那个中美关系 不是你这个中美关系 所以我才会说他 国民因为那个关系 他才会被事先 整个国民党才会被事先 打到今天 淘汰掉 那你跑去在那边飞虎队 那个这个这个 我都不要提了 但是现在就是给他面子了 就是不要担任职务了 讲也对了 因为过去小丑戏很多人 还在那个梦回小丑 中美夫妻论 好恶心 这怎么会是福奇论呢 什么一损俱损 一荣俱荣 你跟美国是一损俱 你是强盗吗 你是海贼吗 他的这国家设计来 就是来灭亡你的 那你跟他福奇 小丑戏啊 小丑戏啊 那现在当然成中国人也很 绝大部分中国人也不信这个了 但是身边如果还有那种人 那难怪会唱出这种歌 他都是有个暗讽 集体意识 如果是他把这个东西丢出来 那都是一个暗示 那你要把这个东西 不要去炒作他 你记在心里就好了 要开始身边不能够黄中悔气 瓦斧雷鸣 不能也有一闲啊 闲人在底下 流浪 都是坏人在庙堂 猪狗在庙堂 这个这个要注意注意这一点 当然这种 号称这种也有遗嫌的这种怨恨 在乌龟王八第二世的时候 我讲过宋朝是特别注意不要这样子的 可是到最后他还是变乌龟王八局了 还是出了秦快 秦刚的仙人 还是出了那个 那怎么会这样子呢 原因就是 我提过了 我提过了 你那个只能做到尽量 不可能是 完整 所以这个也有一些 你就听听就好了 因为到最后起哄的那些闲人 他自己也不闲了 这个这个 所以这个总的来讲 这个刀狼的这首歌 听听共鸣 可以 但是投入的程度不要太大 因为真的要讲这种 这种悲催 台湾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 我们家感觉更深 连那个一瓶女儿红都给你剽窃掉 一直剽窃 你看 你那维特根斯坦是剽窃老子吗 一瓶女儿红剽窃我们家故事 最近还有另外一个网友 传一个那个讯息来 他讲那个什么长城故事的 万里长城 然后在B站 然后他说门主 你看一下 他讲的跟你有没有类似 我一听 因为我那个B站 我只能听前面几分钟 你是 你是准备剽窃我吗 后来他跟我讲说不是 他是 那他说他是跟别人提的 然后他也是自己人 我说那无所谓那你去讲好了 去讲长城故事 因为那个长城的那个意境 那幅画在总书记办公室 陈陈陈跌跌上去那个 可以有那个照片 我那个意境就是 就是那个 我就不多说了 我就不多说了 所以这个罗萨海事爱 这个 共鸣一下就好了 那个只是趁流量 大部分都趁流量 因为要讲到这种内心的这种感慨 我们比刀懒还 我跟我爷爷比刀懒还要 更严重了 都已经是 已经是气到没话好说了 骂乌龟王八 骂到已经没意思 而且最最扯的是他还把 把我的频道的人数给你封掉 封到只剩一万人 蓝营去绿营告状哦 哈哈哈哈 因为这油管的台湾的后来是 是绿营管的吧 我看来要怎么 订阅人数上一万就被踢下来 上一万踢下来 整个限流哦 而且限流的这么明显 就是9900多 那不是比你刀懒更惨 我也都不愿恨 因为我不靠这赚钱嘛 那我只做一种报复 我就是搞 等你乌龟王八死 制造各种可能 武统台湾让你乌龟王八 已经死掉就好了 当然也是要报复的啦 哈哈哈哈 不然怎么能体现我的腰力值呢 怎么能体现腰力值呢 进京赶考被骗 现在根本就不用进京赶考了 也没有那个 都是隐蔽战线 我提过的啦 隐蔽战线了 所以 所以在大陆的那个 我的那个失败哈 那个 我是怪我自己 人家给我那么多暗示 也那么多努力了 那个 真的是 党内的闲人 那要怪自己 努力还不够 但是在台湾 那才是真正的这个已经 罗莎海事 最后总结就是 这个 大陆人 没有必要把这首歌 过度演绎了 因为你们还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据我知道大陆的状况还没有那么严重 因为你们因为你没有在乌龟王八局 你才没有真正感觉到什么叫做罗莎海事 是自己要能够找路 自己要有那个能力 就有这个机会 你看他自己也红啊 大陆也红啊 大家都知道嘛 毕竟他格局大 那你在乌龟王八局底下 那你是连 连抗议反击的机会都没有 除非你有办法把这个局给他掀掉 好 好